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不过哲青现在所在的位置也是一座仙山 它位于苗栗县境内 那么这座仙山里面呢 除了有这个云雾缥缥的这个仙境之外呢 最主要它还有一个仙泉 那么今天哲青在这里来寻求长生不老的秘密 到底是什么样子的仙泉仙境 有这样子的故事呢 不过讲到这个啊 我们今天有约好一个人 到现在还没有出现啊 大家好 我是雨洁 哲青哥 我今天要来当的小跟班了 对 这个你今天小跟班哦 你知道我们今天来这边干嘛的吗 不是要寻求长生不老吗 对 长生不老 对啊 所以今天的任务非常的艰巨 你知道吗 上山下海啊 可是我觉得小跟班不是来 就是吃吃喝喝的吗 吃吃喝喝的 那个是别的节目 在本节目呢 我们这个是很可怜的 所以是要帮你拿水吗 对对对对 所以这个呢 这个才做到这个才有六十分而已哦 不过呢 今天我要带你去一个哦 这个是有仙泉仙水的 这一间这个福郎宝地哦 那在这个庙宇里面呢 有很多的故事值得大家探索哦 好 那话不多说我们就先走了哦 这个在我们的背后的这一间 它就是灵动宫 那你知道灵动宫里面 它所供奉的是什么吗 我知道有恩祖宫 还有观圣帝君 对 他这两个是同一个神 恩祖宫 对 真不错哦 现在跟大家讲一下 因为这间里面有法师呢 所以很特别我们就在外面来介绍 那灵动宫呢 它祖室的神呢 中间是观圣帝君 恩祖宫没有错哦 那旁边呢 它包括了像是 例如说像福佑帝君 就是吕洞宾 那包括了私命真君 这人呢 这个出身什么都要注写在里面 那当然还有观品跟周昌啊 可是这里面我认为最特别的 今天我们的主题是什么 今天长生不老 长生不老 所以我们要来这里就对了 因为里面拜了一个神呢 叫冬月帝君 冬月帝君 对 那它跟长生不老什么关系 中国古代不是有五月吗 就是泰华松横横 就是冬月就是泰山 那泰山有一个故事 你知道吗 你在古代的时候 你有没有听过大宇治水 有啊 大宇治水有两个版本 一个是史书的版本 一个是神话的版本 神话版本怎么样呢 地上都是水 就后来天地这个就拿一块土交给大宇说 你拿那个土洒在地上就可以了 那这块土叫袭壤 他把这个土拿来之后就撥一撥 就丢到水里面去 结果呢 他就开始长土 就长出来 这么厉害 对很厉害这样子 就后来他做 他滋完水之后还剩下一大块 就把它放在世界的角落 就变成了泰山 所以泰山就是这样长出来 对对对对对 所以他在平原里面后来也都是很特别的嘛 所以孔老爷爷讲说登泰山小天下 对 就是这样子来的 所以他这个人是很特别 那重点呢 是中国从秦朝开始 就有风禅 祭天地 就是风禅 对 那风禅呢 这个他们在哪里办 就在泰山 所以泰山呢 是以前修仙的人啊 祈福的人啊 那包括历朝历代 你到了皇帝之后 要去告诉 就是我现在是天下的主人 要去哪里 泰山 对 那如果说皇帝生病 要严命要去哪里 泰山 要去泰山 最不管是哪里都要去泰山的 对没有错 所以泰山呢 这个神就很特别 就变成中国古代了 严年益寿 也要长命百岁 或者是说呢 他们要去海上啊 那个例如说 你看徐福去海上 求那个仙丹的时候 对 他去怎么东引啊 对啊 福山啊 蓬莱啊 坐船出发之前去哪里拜拜 泰山 泰山没有错 所以泰山这个神呢 中国代很有名 所以就是长生不老呢 你一定要认识他 那就是说 如果说你人生呢 有点不顺遂 古代的时候 就去拜那个泰山 对 那如果说这个想要严命呢 也来拜他这样子 延年益寿 延年益寿 对 所以就是泰山的神呢 虽然在台湾其实很少 但是呢 可以在林栋宫里面 可以看到 这个 他虽然不是主寺 但是他却是这个庙里面呢 一个非常重要的象征哦 最近我走遍台湾这么多的庙里哦 那个雨节目发现 庙里前面最重要的是什么 庙里前面最重要的路啊 对很路 是路没有错 发现什么 老街嘛 对 老街啊 吃的啦 对不对 可是我们今天来到林栋宫 这是山里面 对啊 山里面就没有老街了 怎么办 所以呢 这里有一个市集 市集 对 仙山市集 这么幽静的环境里面 还藏着一个市集 对 而且这个市集呢 卖的就是当地的土特产 当然也有 这个民间呢 在使用的各式各样的草药 这个长生不老呢 也要从这个民间 这里面也有吗 寻找一些炼丹的一些秘方 先进来看一看哦 大姐 水鸡爪是什么 我可以看一下吗 它是长在实际上 它是要有水气 它自己才会长出来 都没办法种 所以它是天然的 天然 这个是吃什么的 一般我们就拿来吃退火 也是吃退火的 利尿的 然后还可以去酸酸干油脂 去除那样的 我发现古代的人火气都很大 退火的 退火的 对 退火的 退火的 降火气的 每一个都要退火跟降火气这样 我那边还更多 那边还很多 对 这个就有趣了 其实来到这些地方来看 有一些像德国 德国他们很喜欢研究这种 民间在用的这种草药 对啊 虽然有一些有医学证实 但我觉得不管怎么样保健 还是要去看医生 但是这边有一些东西 我觉得很有趣 这个老祖宗的智慧 白雪豆根 白雪豆根是什么 大姐这是什么 这个是这里有写 古睡补 白雪豆根是在下面 这个是古睡补 古睡补是什么 吃骨头的 对 吃骨头的 顾名思义 古睡补 好多哦 对啊 琳琅满目 对啊 而且有的名字很可怕 例如说什么 叫针筒舍 针筒舍 针筒舍是什么 针筒舍是什么 这个它是用在 胜不好的人 哦 胜不好的人哦 针筒舍 对啊 蛮惊悚的 对啊 还有这个 师母头 这三母啦 三母 对啊 但它这个是什么的 也是吃退火的 跟力量的吧 类似 这个你看 古代的火气真的很大 每一样都像火气 对啊 商场的东西 商场的东西 谢谢啊 不好意思 所以你看到这个 这里面呢 有很多有趣的东西 这还有上风 乒乓跟 其实这是爱玉哦 这是爱玉子 对啊 还有鸭公轻 鸭公轻 跟我没有关系哦 都有亲子 对都有亲子 它这个骑扇子是做什么的 那也是 剪毒 也是解毒的哦 因为中国古代的 毒跟热是很像的 就是在中医里面 就是体内嘛 热的话 又像发炎 它发炎就是热嘛 那毒也是一样 所以他们就是 用这种来解掉 我发现古代的人 很身体很多毒啊 还有火气也很大 火气也很大 对不对 所以可以看看 这个也是很大 其实来到这种 山里面的地方 你看这个龙眼蜜 龙眼这种野风的龙眼蜜啊 然后包括了这种各式各样的 这是无患子 这是无患子 以前还做肥皂的 对对对 其实你的家乡有很多 对我的家乡有很多 你知道这种东西有个好处 它有一个特别的功能 你知道像在东南亚 他们东南亚很多 你知道像印尼 然后他们有很多那种银器 银做的 比如说像那种银饰的 他们就拿这个来洗银器 会闪闪发光 真的 真的 这个无患子这个很 直接打开 对打开来 就沾点水就可以这样擦 它就可以洗银器的用 很好用 对 洗银饰品用的 什么擦 南浆三体 南浆 这喝什么的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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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喝茶 谢谢 南浆台湾也有 来 来 好好喝哦 南浆香脂 这南浆不会辣 我们这个是台大教授发表的 哦 不含铅不含铜 最近几年才有 来 我当自己嫁一样 一般外面卖的都是鸭蛋 这个是土鸡蛋做的 真的不一样 嗯 好香哦 因为 一般的鸭蛋 有那种 很多人认为说鸭蛋有腥味 对 它的那个味道比较重 可是鸡蛋就比较香 不一样 鸡蛋香的味道 青春永住 小金哥 是 你要带我去哪里啊 去哪里 来到这里 当然要去求鲜水啊 鲜水 是 你是说后来会长生不老 然后我会美若天仙的鲜水吗 美若天仙这件事情呢 我们可以等一下再好好研究一下 但是呢 长生不老 这个我们要亲身去验证 嗯 所以话不多说立刻上山 好 走 好 开心啊 跑到上面 就走不住 哲青哥 好多楼梯哦 哲青哥一直不等我 我是小跟班耶 哲青哥等我 可以先休息一下吗 平时我六百多街楼梯 现在要找一百街了吗 没有 好 要求鲜水还真不简单 非常好 哲青哥 谢谢啊 哲青哥 是 到底还要多久啊 我今天走六百五十街了 现在二十几街就到了啊 二十几街 所以你说六百七十六街了 对了 二十六街 很近的啦 后鲜水太辛苦了啦 因为西游记里面 到西天水 应该都有八十一街了 四一街 三百多街了 好不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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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久了 今天长生不老呢 亲自永住哦 成功美丽哦 快一点哦 放心吧 我的鲜水 我拼了 你说雨洁啊 要取得长生不老的鲜水 可没那么容易哦 好 还是没有 您有 是 因为他常常在老师 这有什么 在哪里 在哪里 在这边 但是呢 先不要急 好 来这里呢 你要先那个静下心 然后呢 我先我先告诉你 讲这些店铺 对 你知道那那个派遥是哪位吗 你的派遥是哪位吗 九天旋女 对 九天旋女 很好 这是中国道教的这个身心 九天玄女它是相当特别的 那在宋朝的时候有一本书 叫三教收神大权 另外在书里面写到 其实这个九天玄女 是皇帝的主纖 比皇帝还要更大 另外在讲反而说 他是皇帝的老师 因为在皇帝大战次有的时候 结果在路上 结果这个次有师的妖怪 就那种展场都是物大物 然后他知道很多换 结果你九天玄女的提现 他就帮助他 他做了一些很奇妙的事情 帮我帮他发一个指南车 哦 原来指南车就是九天玄女 所以这个故事里面讲 九天玄女非常地早 但后来皇帝在多年的时候 看到那个时候 他修在原成线路 那他的老师也就是九天玄女 所以可以看到 九天玄女有交受了皇帝 养生厌难 尤其是房中室 这个是中国人的秘书 所以这个九天玄女在中文道教里面 非常特别神格 而且它历史上很幼稚 对啊 所以中国历史上这么长 你看你这个将近五千年历史 好好了解一下 好好了解一下 所以这个话不过说 马上带你到这个鲜水那边 走 鲜水 现在好像有点美容鲜水吗 我先出发了 鲜水 鲜水呢 哲星哥 哲星哥 我的长生路啊 鲜水有这个鲜水他还在哪里 鲜水有啊 这已经远在天边近在一点 就在这里啊 哲星哥 我爬了这么久 你该不会告诉我 水龙头打开的里面就是鲜水 你不要 这个是个神迹 你们看到没有 鲜佛开局路 水庙祭全眼泥泪啊 这个是拯救黎明昌生的一口井 以前啊 听说这附近呢 有这个瘧疾 就家家不过呢 生病 就胖是因为呢 喝了这一口井 所以这个病才好 对 所以这个鲜水是这样子 所以这个 你看哦 本来这里呢 鲜星刚拜完之后呢 然后这个用点 哇 这里面真的是鲜水耶 水 鲜水 鲜水 好 这里面一个啊 放点 青春涌入 哦 哦 我们回过来了两天 有 因为真的干嘛 我去拔得好辛苦啊 现在觉得水特别干甜 对啊 对 这个 而且呢 这个鲜水有不止呢 来到了这个鲜林宫啊 连三脚下都有 都有人呢 拿来做成各式各样的料理 哦 所以不只是水特 所以这些都耍你对不对 其实再上下就配合了 我觉得我今天是被整而已 没有别的 不是 我跟你讲 就是你要上来啊 你要通过你的身体力行呢 去了解 才知道这个古代的人哦 就为了你看 为了这一口的挤 这一些鲜水 这么辛苦 要把山碎水 对 要感恩要感恩 要感恩 感恩哦 多喝一点才变漂亮啊 变漂亮了 刚看完林洞宫的鲜泉鲜水 你觉得如何 我觉得我全身都轻飘飘起来了 对 轻飘飘起来了 当然了 这个长生不老呢 除了喝的之外 还有吃的 吃的 吃的 对 就是鲜少爷的 是 在这个诗坛呢 除了有仙山之外 还有仙草 仙草 对 是说那个养爷没人的仙草吗 没有错 但是这个仙草呢 跟你以前知道的完全不一样 完全不一样 仙草不是就是平常 我们吃冰的那种仙草吗 对 怎么会不一样 这个理论上是这样子 然后我们看到的也大部分都是仙草泵 对不对 但是呢 在这里你会看到完全不同的 你有吃过咸的吗 没有 你有吃过炸的吗 对 就在这里 好饿喔 哲青哥 好 对 那整个就带你去喔 走 余杰 你看里面这个古色古香的店 怎么样 我觉得好有味道 有味道对不对 我现在老街里面 就这样一间店 而且它有很多那种客家风情啊 你看早期的这些 当家里用的东西啊 然后包括了 你看客家的那个蓝蓝 这边全部都有 你可以看得见 还有桌椅耶 对桌椅 都和它的设计相似 但是呢 就我觉得喔 就是在这样子的一个环境里面 能够吃这样的餐点 是幸福的喔 所以 对 对 哲青哥 你们看我的口水这边流满足 有有有有 这流这一锅是 好 好 来 所以我们来试试看喔 好 好 第一个呢 这个你要先试一下鸡汤嘛 好 因为这是仙草鸡耶 仙草鸡 对 仙草可以拿来做鸡汤 我觉得这很特别 你先帮我试一下好了 好 真的有淡淡的仙草味 是喔 你刚才讲的我都想试试看 很咸的 第一次吃到仙草是咸的耶 而且它好甘甜喔 不是 它像什么 你知道 以前我们常在做那种 那种乡下的那种 有点像那种药草的鸡 其实仙草它其实是 因为我们新习惯甜的嘛 甜的啊 都是冰啊 这有点像什么 好像那种没有药味的那种 那种清草的那种鸡肉 而且它吃的时候它会回甘 对不对 清草会回甘 我觉得这很棒 对啊 所以这个汤呢 听说对身体也不错 而且夏天喝这个又不会太上火 你知道古代的人为什么要吃仙草 因为 我知道有可以养颜美容 养颜美容 后来生草 古代他们就不讲只有这个 因为以前这是解热的 解热的 对对对对 就是说解暑热 它要解那种脏腹的热 所以像夏天就非常适合 对对 例如说那种身体发炎 以前的人啊 他们觉得吃仙草就会好 对 所以来 好所以来试试看 这个仙草之外呢 我一定要跟大家来 郑重介绍的就是这个 这是炸仙草 炸仙草 对对对 你可以来一块 帮你加 好软 你吃过炸豆腐 没有吃过炸 其实它的手感跟炸豆腐非常地像 来 可以看一下 这跟炸豆腐非常地像 你可以拿一下 然后呢 沾一下就是泰式的那个酱 我要试试看 赶快加一块 鲜草到里面来 既然炸的时候没有融化掉 对啊 鲜草这种东西 碰到热的东西 它冻就会化掉吧 对 而且它那个皮喔 它那个皮其实 又不是面皮 也不是我们吃过 一些什么地瓜 都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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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最主要是 你知道因为吃习惯剪的 再来吃这种炸仙草冻 里面啊 它有点像豆腐的味道 它那个面皮真的很特别 就不像一般炸的那个面皮 可是加上这个鲜草冻 又有点入口即化 对不对 我想想它像什么 它像甜甜圈的皮 对不对 很味道 对 对 像甜甜圈的皮 甜甜圈的皮 包在鲜草冻外面 真的好特别喔 那另外一个就是什么 水饺 这个 水饺 对因为这间老店呢 你看他们经过三代的研究 他们把这种鲜草 跟这个面皮 然后面皮把它混在一起 所以做出来这种独特的味道 所以它的皮材会看得黑黑的吗 对 这里面呢 你可以看到 这里面有仙草的叶子 叶子 对 仙草叶 就在这里面很小 但是它其实呢 一点点 它就像薄荷还有香草一样 所以它是有点香草的味道 香料的味道 对 它有点青草的那种青草的味道 我觉得很特别 所以后面呢 好 来 我来试我这边的板条 对 这各家板条 可以你看它板条 那板条好大 而且是黑的 可以炸一根下 可以可以可以 看一下这板条 这么大一根耶 对 像插花柜 它插花柜的时候 会有一个草菇 它这个没有 它就是那种青草的味道 很漂亮 我很喜欢吃草花柜 我一定要试试看 你试试看就知道 你就知道我讲什么 很大一遍 对不对 它真的像草花柜 它面条的板条 有那个仙草的味道 可是是很淡很淡的味道 对 真的没有那个草获 因为我们习惯 就是吃到仙草都是甜的 所以我们认为就是说 好像只有甜的 它才能跟它搭 后来我发现 如果以咸味来入味以后 它的每一道菜里面 都会有那种 又有一种那种青草香 对 那个青香味 而且它就非常的淡 非常的淡 然后那种淡味 会把食材的鲜甜度 把它衬托出来 而且我觉得你的嘴巴 都还有那个鲜草的一个香味在里面 对 最后我们来试试看这个 其实我最喜欢吃的是这个 为什么 因为我喜欢吃凉面 夏天吗 对 不只是夏天 来 来 你先来 一般的凉面酱 它味道都是比较淡的 然后我们刚刚吃了那么多 其实它仙草之前 就是用比较清淡的味道 来烘托 对 刚刚我吃的都是淡淡的 但是这道菜刚刚反过来 它利用很浓郁的酱料 而且它里面有客家的那个极酱 极酱的味道 对 它有极酱味道 然后呢 用很强烈的气味 把这种仙草的这种香气 稍微 没有 稍微压下去一点 是压下去 把它压下去一点 然后等到你吃下去之后 在喉咙里面的时候 仙草味道才出来 这里是很传统的客家的餐点 你看包括了像他们这边的像板条 然后两面的口感其实也像客家的 水饺 对 水饺 可是呢 它其实在这里面呢 又加入了很多仙草的元素 然后这些仙草的元素呢 无论是提味 画龙点睛 或者是它把它仙草味道压下去 但到最后呢 呈现出来的口感 其实都是超乎想象的 那我觉得呢 这个这么有意思的创意料理 只有在这个老街才有 对 老板可以偷偷透露一下你 好 仙草呢在台湾呢 是一个相当传统的一种食品 那无论是用喝的饮品 或者是使用的仙草丼 那从台湾的仙民 在山区里面便手知足的开拓的时候 它是必备的良品 它除了可以消暑解热之外 那当然近代还发现了很多这样的养烟 很美容喔 不过呢 我觉得就是这么传统的东西 怎么样加入新时代的创意 一定要来访问一下 你好 这是我的小老板 对啊 那我想问一下 就是你们家做仙草做很久 对 对不对 但是一开始的时候怎么会想到 把仙草变成是釣鱼呢 呃 一开始家里是五斤 然后仙草是副业 副业五斤 现在就是会用就是消暑解热 消暑解热 这个工具 对 所以那时候是贴笃加油 然后到了爸爸的时候就是 来街的时候就变成说 往传统市场 批发市场去找 那走到我退伍 我退伍 我退伍 退伍回来的时候 我就把它改为 变成到食品的面 对 就是一些台地的 然后一些创意 然后把它变成 现在看得到的 现在咸的仙草 对 因为我们看到的是 这边呢有凉面 板条 水饺 仙草 对 仙草 炸仙草 对 其实这是非常特别的东西 我觉得就是 再新的东西加进来 其实我觉得是非常了不起的 我昨晚这边呢 有一包这个 这个是 这个是仙草干 对 仙草干 仙草干它能做什么 仙草干它第一个 仙草茶 煮仙草茶 就是你熬煮之后 对 熬煮 就是萃取它里面的汁 是 它这个胶子出来 做我们所生的 仙草茶 仙草豆 然后像我们的面食 就是这个 那么不然可以偷偷透露一下 你熬煮 那桃煮多少 我们桃煮要八个小时 要八个小时 很久 可是像我们现在在台湾 就是其实 传统的仙草 产业 跟外国的竞争 其实很吃亏嘛 对 对不对 因为它成本差很多 对不对 就差很多 因为其实呢 在台湾来讲的话 像其实这个 可能在这边的成本 的一斤 的一百块以上 可是外国进口的 一斤三四块 对 三四块钱而已 所以这差很多 对 但是它到底的差别在哪里 主要是香气 然后 所以台湾的比较香 我们本地 我们本地的比较香 本地的比较香 对啊实际上也是 你看像我们刚才吃了 这么多的创意料理里面 不管哪一道 都有一个仙草的香气 而且它那种香气 有的很特别 有的是若隐若现 它有的是 有的是很炮点睛 对对对 我觉得它非常 非常特别 所以这个是仙草 对 这是仙草 是活的对 大家以为是薄荷 大家以为是薄荷 我可以 我可以咬一口吗 不行 可以咬但是 它这样没有味道 它没有味道 它没有味道 主要就是 有呀 你怎么拿一咬 我主要是给你讲的 它这样吃起来就有胶脂的感觉 对对对 你就手上在捏 它就有那黏黏的那种胶脂 主要还是个胶脂 你还是要咬一下 真的 老板我可以捏捏 然后涂脸上吗 好像没有用 不行了 好像没有用 它会凉凉的 它会凉凉的 你自己也没吃过对不对 这个我没有 没有人生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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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显得我很笨 这样 那坐一坐就会有在捏捏 有有有 有 姐把你捏一捏一捏 好 而且它是有很多的胶脂 生草草 对对对 只要这个胶脂 所以你看 那味道真的很特别 这样 我也觉得你看 从这边 然后萃取 然后制作成这个样子 到最后变成我们的成品 对对对 那其实呢 这个还算是传统产业的一部分 可是在未来 你有什么样子的开发计划 我们未来是跟妹妹在想说 不要浪费仙草干 仙草干 对就这样 因为我们熬煮这些东西出来 是用在熬的嘛 对 八个小时出来之后 我们就变得渣渣 就变渣 渣渣的时候 一半是给农民当肥料 当肥料 然后另外一个 我们就把它当作 变成纸张 纸张 文创商品 对对对对 仙草纸 仙草纸 对对 就是这个 就变出来了 就这个 好 这还在开发当中嘛 对对对对 但其实像 像我们有很多朋友 都在做文创的 那像这种 这种纸子 如果说配上那种 古代的这种 书写上书法的 对 现在很流行 蓝亭集序 我跟你讲 不错 对 仿骨 仪金又仪骨 这样对不对 所以你把它变成 例如说像 像手 对 就是教学 教学 就是往教学方面 就是说 信用 所以要什么 把它弄到上面 对对对 就是一样是 这就是秘密的嘛 刚好问那么多 那我可以来学吗老板 可以 对 对 所以这个就变成文创商品的基础 对对对 因为可以看到 这看得很像再生籽 但最主要呢 它的纤维没有像籽那么细 所以上面还可以看到 仙草的这些 它的叶子啊 还有那个梗 所以就是未来 是草这方面的努力跟看法 对对对对 跟你讲 如果拿这个籽啊 做成那种 五龙五四那种籽的这样做 对对 有嘛对不对 真的可以试试看 对 所以我们可以拭目一下 还有指神明 可以拿指神明 可以拿指神明 还不做公仔 对啊 所以我觉得这个你知道 在传统产业呢 没落的时候 台湾的朋友 其实呢 还在为我们保留这些 传统的文化 透过这样的传承 不只是诗而已 那我们可以更了解到 台湾鲜明在这片土地上 生存的意义 超过四十年的老店 店面虽然经过重新翻修装潢 产品不断研发出新 但不变的是坚持古法制成 及对客人的用心 让这一份古早味 有了新的风貌及价值 也是这一份的坚持与创新 让这家店由长生不老 永续经营下去哦 这个就是茶寿的样子 可以看到这个盖子 很可爱 很可爱 然后这个 这里面也是老师又 这里面棉花 棉花 不包 1875年也就是清光绪元年的时候 客家人呢 从这个平地 伊肯到这个山区里面来 结果他们呢 沿着西往上走 来到这个地方 可以看到哦 左右各有两条西 汇河啊 那么他们在这个沙洲 这个地方呢 停船 结果这个沙洲呢 非常的长 就像大象的鼻子一样 所以早些年呢 地图称之为相鼻汇 那么相鼻汇呢 就变成了问水 这个地方最早的名字 不过呢 这个就有趣了 为什么叫问水呢 客家人称这个肮脏 佐水就叫问水 那原因啊 是因为这个问水溪里面呢 夹带了大量上游 煤层的这个土哦 所以呢 平常混浊 下雨天呢 它就越发的 看得非常的黑啊 所以他们就在这个地方哦 他们就想说 哎 把这里合起来 这个包括呢 包括从泰安 包括从大湖 然后连接苗栗 他们把这个地方的货物 集散起来 在这里做生意 那它就形成了一条老街 不过呢 事过境迁哦 随着那个 这个交通事业的发达 尤其是东西向快速道路的整建之后呢 问水老街就慢慢的没落 今天经过社区的总体营造 它已经变成一条充满人文气息的老街 谈到问水老街 大家第一个想到就是 草莓季节的时候 那前来这里停留的一站 不过呢 这里除了草莓之外呢 我认为哦 真正具有客家人情味的这个文化特色 就是茶寿哦 老师你好 老师你好 主持人你好 你好 哦 这个我们进来看啊 这个其实茶寿 是主要是问水老街的特色 对 问水老街的特色 对 你等我们进来之后呢 看到第一个东西 一定要来好好的介绍一下 老师你看这边这一首诗 对 这个诗是讲的就是茶寿是不是 茶寿的内容 对 知道这个内容啦 看得懂了就知道内容的意思 所以老师看得懂这个茶寿 这个诗就已经知道茶寿是什么了 对对 可是它这个是什么 这个用国语念吗 不是要用那个客家语 用客家语 客家语念 哦 老师可以帮我们念一下吗 好 好 你们进来听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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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好,實在,好厲害 所以客家人稱茶的時候叫暖胡豆 暖胡豆 它那個豆是什麼意思 暖胡豆就是鳥窩的 以前... 豆就是鳥窩 鳥窩 鳥窩就是鳥窩 鳥窩 那這邊呢,你看的話 其實呢,就用看這個中文的方式 大概就知道說 這個是什麼樣子的一個東西 它這個是用這個倒桿 倒桿,對 然後它把它纏起來 然後就把它一層一層一層的 把它這個綁起來 一針一針的縫起來 然後裡面呢,就是用棉花布 棉花布包起來 用棉花布,對 然後因為它的樣子是圓形的嘛 很圓形的 所以這個圓形的 然後外面還有一個像斗粒的 對,像斗粒蓋子 這個蓋子 對,可是有一句呢 頭擺石姐妹 這個是什麼東西啊 頭擺那是客家念的意義 國語的話就是 客家法是頭擺 就是以前的意思 以前喔 頭擺就是說以前的意思 意思就是以前 這是石姐妹 這種鳥的 鳥巢 對,鳥巢 鳥巢 這鳥巢喔 但是現在,這下是現在 對不對 現在是泡茶保溫用的 現在就做來泡茶保溫用了 自然要怎麼用呢 來,茶杯、茶壺 放在裡面 然後呢 就做個這個暖符 暖符 暖符的蓋子 蓋子 蓋子就濃符肚 因為這個 我覺得後面這兩句 剛好就是這個 這個茶壽的由來對不對 對 因為以前啊 聽說在民國前24年的時候 就有一個客家的那個 大姐一個媽媽 阿嬤 叫阿嬤 覺得她很心疼她老公啊 冬天那個喝 在上山去工作 對 對 吃著冷的茶 冷的飯 就守不得 阿嬤 這麼辛苦嘛 對 你會這樣相信說 喝茶喝暖茶 會長壽嗎 對,多喝茶長壽 多喝茶長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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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呢,她就把這樣子保溫的 叫做茶壽 茶壽 這樣子很有學問耶 很有學問耶 對,對,對 而且她感覺上就是 其實我覺得這個茶壽這個樣子 其實美不美觀 其實是見仁見智的 對,對 然後她的保溫也沒有真空的 那個保溫品來得好 對,對 可是呢,她是客家那個濃濃的人情 對 但是呢,一定要讓大家看一下 老師,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過來看一下 這個茶壽 那個老師 你看那個手 但是呢,一定要讓大家看一下 老師,我們來看一下這個 過來看一下 這個茶壽 對 這個 這個就是茶壽的意思 這個茶壽 對,可以看到這個蓋子 很可愛 很可愛 然後這個,這裡面也是老師要粉 這裡面棉花 這棉花 棉花 對,布包起來 棉花是布包起來 然後還有很可愛的這個 茶泡,放進去裡面 蓋起來 6到8個小時還是熱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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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很厲害 又很耐用 可以用到30年40年以上沒問題 對 這個很耐用 可是我聽說以前它這個東西 它這個東西以前不是用來做放茶的 不是 不是 因為它的客,它以前叫什麼 叫鳥籠 鳥籠 對,鳥籠 因為以前他們是 為什麼會稱之鳥籠 以前很貌似 我們那個苗栗很貌似 那個壁上一箱一箱的 裡面有一對小鳥 石姐妹,花鳴什麼很多種 就是那鳥窩 小小的鳥窩在那邊 就是上一代那老人家阿嬤 就從那個鳥窩拿出來研發出來 做大一點 做大一點 就放棉花 保溫的效果比較好 那鳥窩在那個鳥巢裡面 就可以聖誕啊 對 就有保暖的性質啊 本... 稻草本身它就有保暖的性質 對 所以阿嬤就... 他的老智慧就... 對 就想起來了 欸... 老公這麼辛苦啊 天天到山上去喔 吃冷飯冷... 冷個開水 對 受不得 那就做大一點的 給他帶去山上 帶去山上啦 那個... 那阿伯回來說 欸... 你做的那個鳥... 鳥巢很有用喔 很好喔 那阿嬤聽到就很高興了 就很高興了 就很高興了 後來就一直做 那時候我們鄉下嘛 鄉下那很漏漏 沒有瓦斯 沒有飲水機啊 什麼都沒有 那時候沒有 就是... 做這個就保暖的時間很長 不然的話 客人來用... 用木炭燒 用火開水 一整... 一個鐘頭 時間喔 客人就跑掉了 就煮啊 放進去 六到八個小時 還是熱熱的 隨便隨時 客人來都有 漏開水可以喔 欸... 所以這個我覺得... 很方便 在那個以前先民 這個用電 或是用瓦斯不發達的時候 它很好用 可是其實我看到老師這邊 有很多有趣的東西喔 欸... 老師... 這個小時候 我看我阿嬤有用過耶 這個現在還有喔 現在還有... 還有喔 這個... 這個客家話叫什麼 佛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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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佛仇... 第二個是火... 火... 保暖 這個可以用那個木炭啊 用木炭 燒那個木炭 兩三個下去 就保暖 然後這個手... 這個... 老人家這個... 年紀大 上年紀有這個長輩 手腳會冰冷 對... 拿著... 這個手很溫暖 以前老人家衣服很大嘛 放進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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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 這個也不錯喔 這個現在已經沒有了 現在... 這個... 鄉下還有一些地方有 鄉下... 鄉下比較有... 現在... 現在老人家也沒有用啦 對啊... 就裝飾啊... 裝飾啊... 做個紀念品啊... 對... 這個很可愛... 這個... 我覺得... 這個老師... 你在這邊啊... 很多這個... 手邊跟竹邊... 甚至還有用稻草來編的... 稻草來編織的... 所以老師... 你做了多久了... 快40年了... 年輕做到現在... 所以這個很多東西都是老師自己做的嘛 一部分啦... 也不是... 稻草方面的就是我一個人... 稻草都自己做的... 對...自己做的... 那我能不能看看說... 老師怎麼做呢... 好啊... 好喔... 我們去看一看囉... 大家有看到... 哲青手上的這個稻桿喔... 那這個稻桿呢... 其實在... 老師在製作茶壽的時候... 當然每隔幾針... 就會加一些新的下去嘛... 像現在手上這個... 沒有... 沒有一定的... 沒有一定的... 對... 要看這個稻草... 有的... 多的話... 我們就... 這個後面比較細嘛... 很細... 我們要一直增加... 增加...貼平來... 是... 所以... 所以不能戴手套... 要一直摸... 要一直摸平... 對... 所以... 那個老師... 因為老師... 你看那個手... 其實老師的手... 就是這個... 做了40年... 其實就是... 有傷害... 有傷害到啦... 你看... 手都彎掉了... 手... 腫起來了... 對... 而且他這個手... 其實... 那個老師的手... 就因為長時間呢... 摸這個... 刀桿... 所以它這個上面呢... 有一些脫皮... 它會剪... 脫皮... 對... 可是老師還是沒有戴手套... 沒有戴手套... 沒有戴... 不能戴啊... 戴得不好... 因為那個老師... 要直接去感受到... 感受到... 看手感... 對... 手感... 薄的話... 我們要多加... 要看啦... 看稻草... 對... 所以你看這個... 每個... 這個要用手摸... 才有辦法的感覺到說... 現在應該加... 像老師有時候加三根... 還有時候加了... 五、六根... 對... 就不一定啦... 不一定啦... 所以呢... 這個就完全... 這是... 很紮實的手工... 一針一線縫出來的... 而且呢... 這個兩天到三天... 才能製作一個喔... 所以有看到老師這樣子... 而且他說什麼... 現在年輕人... 也沒有人想學的... 學好玩而已... 學是很多喔... 時候要教喔... 大家很踴躍... 來報眠喔... 做了一兩天啦... 他就不做啦... 做這個是滿辛苦的啦... 也要處理小姐... 那個手一直摸... 這個稻草會脫皮... 脫皮... 要用力... 寧願上半比較輕鬆... 是... 所以老師現在在收尾... 收尾啦... 最後啦... 這個... 你不要看這個... 看起來很輕鬆... 這個... 非常非常紮實的... 這個... 雖然是稻草... 還有這個... 這是麻繩嘛... 麻繩... 對... 非常非常堅固... 這刻可以用三、四十年... 這很耐用... 對... 很耐用... 我們自己用了... 一個二十幾年還在用啦... 三十年、四十年... 絕對沒問題的... 那老師在收尾有沒有什麼訣竅... 沒有... 這就收起來... 收起來... 外... 外面的就... 看得好就好了... 在裡面啦... 裡面都像棉花鋪起來... 也看不到啦... 這個就好了... 所以這個... 你看... 這個... 老師做起來... 你看... 老師現在一針一針... 一線的這樣縫... 你看到沒有... 它每一個車線... 都把它縫在一起... 所以它本身呢... 它就有造型了... 就是隨便黏... 然後這裡面呢... 到時候呢... 還要再鋪上棉花... 然後再縫上棉花... 作為了那個... 保溫用的隔墊喔... 你看到這樣子... 那... 老師現在快要做好了喔... 這個就收尾了... 收尾了... 對... 所以看得出來就... 雖然看... 茶壽的樣子呢... 其實非常的簡單... 但是它裡面呢... 卻... 蘊藏了... 老祖宗的智慧... 還有... 這個... 夫妻之間... 或是這個... 家人之間的... 心情喔... 濃濃的牽絆... 那麼這個... 這樣子的情感呢... 都藏在這個茶壽... 這個溫度... 跟它的手感裡面喔... 本週台灣博比的... 北部百年巡旅... 則今來到... 封城新竹... 您知道新竹城王爺... 為什麼會成為... 全台灣... 地位最高的城王嗎... 水蒸蛋糕... 是如何飄香... 全台一甲子的呢... 世伯台灣館在新竹... 將展現... 怎樣的全新風貌... 有百年歷史的... 湖口老街... 如何在... 古早味的氛圍中... 展現... 深深不息的文創精神... 週六中午...